孩子们正在努力练球 为了不影响课业时间 这些对巧顾球有极大兴趣的孩子们 自发性利用早晨及午休时间加紧练习 朝和国小的巧顾球队近年来屡创全国赛事夹击 我们这次得到的是全国中正杯的巧顾球赛 全国男童组的国小五年级男童组的第二名 其实我们的老师非常的认真 他们都是无常的来做这件事情 那每天利用早上八点到八点四十 还有中午都牺牲午休的时间 所以朝和国小的中午呢 其实是热闹而不吵闹 许多孩子笑称这次没有拿到全国冠军 下次一定要赢回来 强调加入巧顾球队让校园生活更精彩 即使练习过程辛苦但却收获满满 我得到名次的时候 我就觉得全部的辛苦都值得了 我觉得练球是可以训练体能 还有各方面礼貌团结的一些运动 这个能锻炼我的体力 而且还能让我们团队合作 让我们感情比较好 我练球两年半多了 在练球的时候非常辛苦 但是可以学到团队合作 要怎么让别人有就是信心 然后也要就是可以赢的决心 巧顾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玩的运动 我的体能也进步了非常多 结交到了非常多的好朋友 最主要的是让孩子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得到循性的培养 然后让这些孩子每天来学校 至少有一个自信展现的地方 透过这个自信展现 他以后在不管在挫折容忍度上面 不管在各项表现上面 他们可以慢慢地爬上来 对于他以后面对未来的环境有所注意 教练强调学校发展抢护球 并不在于要让孩子一直得奖 而是能培养他们的多元技能 同时也能提升自信心及挫折容忍度 而近期致力于幼儿教育的潮州镇公所 也特别来祝贺学校的荣耀获奖 期盼未来能结合更多资源 帮助学校发展这项运动 周平权周镇长他有一个政策 就是说我们要发掘潮州这边的 各学校的特色 那潮和国小他刚好就是巧顾球 非常的有名 他在2015年曾经得过世界冠军 未来我们希望这个学校的巧顾球队 对外的时候能成为潮州之光 也成为屏东之光 也成为台湾之光 工作于激发绝并串联联潮州各校特色 让属于地方的亮点更被看见 同时也能挹注更多资源进入校园 让潮和国小未来不仅是屏东之光 也能成为台湾之光 潮和国小 脚不仅是屏东新闻 吴亭张志豪采访报导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